我沒依法 依法 七六行者前召集人 陳修將涉嫌殺害女友 三年前現身彰化地院 嘴裡喊著依法兩個字 沒想到判刑定驗之後 人卻選擇落跑 老師有沒有什麼話 叫下戲劇怎麼樣 司法會有公道 今年四月 陳修將被依傷害致死罪 判十年十個月定驗 原定在五月三十一號 報到執行 但他未到案 檢方六月四號發出拘票 一直到二十四號都找不到人 法院七月二十九號 裁定沒收保證金 檢方現在也將發布通緝 他那時候在透露的時候 他覺得跟他想的比例不符合 所以他覺得他這一段 就是關他關得很冤枉 擺脫不了兄弟個性 陳修將認為 只要一關出來就是廢人 現在才決定鋌兒走險 甘心逃跑被通緝 但殊不知 一手創立的七六行者 也正分崩離析 陳修將出事以後 前期順勢接手七六行者大位 但待人不待心 團體意見多次發生分歧 直到零四零三花蓮地震發生後 七六行者也正式爆發出走潮 身為七六行者前召集人 更是陳修將多年好友的顏微勳 現在和七六行者脫離者 又組成中心聯盟 希望回歸遺體修復 助人出心